剥鸡蛋的这个方法学会了 这个人一辈子吃鸡蛋都会想起你 能不能成功最关键的就是配比 我放在屏幕上咯 记得要过一下筛 口感会更细腻 放进冰箱冷藏两小时 下这样的烤盘刷满油 放进烤箱220度先烤10分钟 趁热把面糊倒进去 再放进烤箱烤上20分钟 这鼓起来的样子是不是很有趣 平安夜嘛还是要吃个苹果 直接啃吃腻了 来试试做一杯肉红酒 喝起来特别的暖 挤上奶油 表上糖霜 再增加点圣诞气息 酥酥的外皮和冰凉的奶油 在嘴里一下爆开 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这样的圣诞小时 应该没有人会不心动 沙 沙 沙